有很多故事 說了林天祥就不可以自己說正氣歌 有其他東西 雖然現在正在避課 我們會做些powerpoint 做些有趣的豐富 講完之後我也在考慮想監視 想監視三字經 其實三字經是很精彩的 很多人覺得三字經很好的書是啟蒙書 就是給小朋友剛剛讀書的時候讀 剛剛三字經是很好的啟蒙書 但我自己再看下去 不只是一本啟蒙書 我那邊說是教育寶典的三字經 其實他說的不只是給小朋友 而是給大人 教你甚麼叫教育 很精彼的說甚麼叫教育 而自己簡單說一開始教育的本質是甚麼呢 三字經一開始就跟你說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甚麼都跟你說不跟你說要考功名 不跟你說要拿分數 一字開始說人之初性本善 善的聖情 所以這點出來了 其實教育的本質就是要保存你本善的聖情 你知道加德麗不是賣廣告 我們教育學分說先求人格 牛求卓越 也就是我們跟著教育的本質 先教人做一個好人 善就是做一個好人 然後他會跟你說教育是怎樣教法的呢 說幾句之後 然後他就說 適漫武則輪柱子不學斷基礎 這四句話已經有很豐富的內涵在這裡 甚麼都不講字 講教育 他就從甚麼開始呢 家教開始 家教從甚麼開始呢 武教開始 他就從武教 但除了武教之外還有 適漫武則輪柱 輪柱是甚麼 警教 環境教育 等於我們俗論語那裏 李仁 李仁第四 他就說習不李仁 煙則智 然後呢 子不學斷基礎講甚麼 他就說新教 所以他就說 一開始說甚麼都不理會 先說家教 新教 警教 家教裏面先說武教 之後 然後陰山有異方教 五指禎仰 然後副教 然後再說道路 其實非常精悲 後面跟著他的正鋪排都很精彩 所以無論如何 三指禎不是一本普通的 很簡單的書 三指禎其實他的意義非常深刻 所以我們很猜 這本三指禎大社會 我放在後面那裏 如果有興趣的 隨便請回來 我們會送給 賣不賣的 你會送給一些 真是有心的 送給學校 因為這個計劃本來就是 跟幾十間學校去做 我們一課一課 拼了一些教材 就給學校 他們又去中學 輔助教材 然後我們拼了一本 所以如果有興趣 我們錢就不收了 但如果你要拼錢就沒問題 可以的 那就請你自己隨便 如果拿這些計劃拿了 就拿了 麻煩你最多拿了 拿多一點 是嗎 拿多一點 不然就要拼了 這本拿了之後 找了一張紙 麻煩你寫下 你的大名 如果你多拿幾本 沒有問題 寫下你的大名 還有拿幾本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言歸正主 我們終於等了百日 百日為新的 終於可以回頭 一起去學習 有什麼問題 或者想補充 沒有 沒有 沒有話可說 好 有哪位記得 我們上次說到哪裏 我就不記得了 其實哪裏都沒有數 哪裏 阿賴是第十二 如果不見得 那就算了 好 好 那裏都好似說過 好像 這裏是說 第十一 那個 紫露珍色 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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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溫一溫 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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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同溫一下 大家 如果你們記得我們 說到哪裏 我們先同溫一下 我不知道這裏 說完美 先進第十一 這裏 最尾 這裏 這裏 可以叫做段 也是整本論語最長的一段 應該是 那裏 從這一段 我們都可以引伸到 你會發覺 很明顯地 在上論那裏 從來沒有那裏 那裏 那裏 從來沒有那裏 那裏 從來沒有的 而在大論語 在下論那裏 都有頗多幾長的段落 不單止句子 上論是一句一句的 從這裏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上論和下論的編輯的風格 是完全有很大的分別 而我們都可以推論得到 下論是之後才補回去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隨至時 而這個差別的時間 我們相信也不是差幾年 很可能 就差幾十年 或者一百年 都不確定 其實你就是為什麼呢 你說它那個 編輯的一個 抄寫的工具 很明顯在下論那裏 先進過上論很多 上論那裏很難 很難 就用刀去慢慢刻 一些木皿、竹皿 那刻法呢 所以你不要刻那麼多 所以有些東西是很精簡的 那去到下論那裏 很明顯 已經有一些 比較容易做紀錄的工具了 那應該有筆 應該還有紙 但可以用筆 或者用漆 寫到竹皿那裏 就容易一些 所以可以長一些 所以可以長一些 那裏 跟著呢 他就說 紫路珍惜 掩有 東西華是座 他就說 孔子四的 大弟子 一齊呢 就在那裏 和 紫路 他們是座 是座 就是 是 陪著孔子一齊坐到 如果孔子的坐到 他們的弟子 或者後輩企道 都叫是 是 就是是 是座 就是大家 很隨便的 大家都一齊 坐在那裏 這裏呢 亦都看到 現代人和古人的分別 古人呢 就是 老師坐到 那些 學生 企道 給你坐 就好 給你 免利 那 但現代人呢 就是老師企道 然後呢 跟著 男孩跟老師說 再演變好禮 大概應該是 老師跪著 你們分得到 按一下 這個時代演變 都沒有辦法 那樣 那樣 其實不對 怎麼搞錯 老師坐你們站著 就差不多了 反而不行 現在 沒關係 不知是進步了 還是進步了 但是 以前的視作 已經很給面子 大家一起坐得很 大家 大家 上次有沒有提到 我們好像都說過一段段 他們說了什麼呢 大家就說 有沒有 因為 如果以前 順連與順遇一班 是應該說過的了 有沒有 在這裡 他有四個人 由紫路珍色染有 公西華事作 這個排名 有沒有分先後的呢 如果有分先後 是分什麼先後呢 有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會這樣排名分 是否因為紫路 他打聲 是因為紫路 第一個先說 所以先擺盤 但珍色人 不是 真是最後才說 那為什麼呢 有沒有人 想不到 開股 歸石層 你們想到 今年來 四個人 今年來 紫路最老 公西華 最年輕 所以其實他們 以前的人 編的書 是很廣告的 紫路 就是年輕過孔子 九歲 紫路最老 真是九歲 珍色 珍色 就是珍子的爸爸 珍深 就是 珍深的爸爸 珍色 就是年輕過孔子 大概二十歲 染有 就是年輕過孔子 大概二十九到二十歲 而 而 公西華 就是年輕過孔子 一個 一個 考試說 三十二年 一個說 四十二年 大概超過三十歲 所以 我們看 其實這個 這樣的排序 是有它的 根據 敬老尊嚴的 一個文化在這裏 所以不是隨便排序 所以 所以 然後 然後 孔子 說 已不一日長扶矣 又是說年齡 你們各個 都說 因為 我年紀大過你 因為 一日長扶矣 又大過你 無意也 但你不要 那麼 那麼 介意 不要 那麼 但是 我知道 你們 自己 自己在自己 在自己 時 經常 自己說 不誤之也 哎呀 這個世界 也不明白我 老師 也不明白我 於是 發得自己 懷財不遇 於是 人們說 沒有人明白我 如畫之矣 如果有人明白你 如果有人知道矣 要你 如畫之矣 你 想做什麼 這個意思 各位 有沒有記者 有沒有說過這些 有 有 有聽說 聽說 聽說 年帥都沒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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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所以 跟著下去 我們現在就不說了 子路卻以對約 子路衝動派 馬上說 自己說 很厲害 千成之國 我呢 自理大國家 沒問題 這樣 夫子 跟著呢 給我做 做三年 又有得射 又要義 又可以打仗 還有道理 除了之謊 夫子 一聲 小聲 退後 不理他 跟著他問 以學語 問 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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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方六七十 五六十 求一為之 比較三年 學時中文議事 有議事軍事 說 我沒有這個大師兄 這麼厲害了 但是我 他說 要做千成之國 很大的 我做這麼大的 做不到 六七十里 五六十里 左右 我做 做三年 做什麼呢 可以給他們 但是 講禮樂 還未夠 我做的 我不行 我能夠做到一點點 然後 戚以學語 戚 戚 宋世華 又不再謙 不要 我做不到 我做不到 兩位師兄都說 做得很厲害 不如又能知 我不行 願學研 但我願意去學習 學習做什麼 中廟之士 而會奉派 中廟之士 制製的東西 等於很多時候 其他諸侯一齊來 去朝會 那我就 端章虎 願為小少年 我做 接待 其實都做外交 他們可以做他 做外交 他們三個都講完之後 點 以何語 他們三個 跟著跟著就說 點 點就是 珍惜 珍惜 你想怎樣 古室戚 原來他們在說的 珍惜在一起 在彈琴室 大家一條很放鬆 空椅 彈琴 最尾 走一下 射室而作 然後擺好室 對藥 二負三子姐 這時候你看對藥 和藥分別 對藥 以下回應 上的 就叫對藥 我和他三個不同 至日 何相乎亦 各義其至日 所謂呢 這次如 他說這句 非常之 這是驚心來的 武尊者 春福 既成觀者 五六人 童子六失人 欲乎以豐乎 武與泳而歸 其實我的智希 不是你猜你什麼大國的智希 就找一班年輕人 一班小孩 找來 現在就是 春天完了 夏天開始來了 於是 找一班年輕人 一起去游水 然後上來出出風 唱下歌 然後發起了 我的智希就是這樣 夫子慰言 攤藥 呼喻 呼喻 他說 唉 是啊 我同意你 你的智希 和我一樣 我的智希和你 都是這樣 吳與泳而歸 這個 在這句話 我們看見 四個弟子 他們的智希 似乎一個月 比一個少 一個比一個少 子路的智希 最大 要天城之國 然後去到 阿球那裏 他說 小小一點國家 去到阿清 國家都不行 做一下外交 做一下接待 好了 而去到 曾智 曾子的爸爸 什麼都不是 大家 開心 享多辣 所以 從這種 已經看到 孔子 孔子 說 終於 找到 他 明白我的 心意 孔子 說 我就是想要 他 就是這樣 從這裡 我們看到 孔子 教這麼多 孔子 也教我們 所謂 內聖外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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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來 我們就是要去 去 正心 雙身 自家 齊國 成平天下 去到平天下 但是 想得到的 什麼呢 就是這樣 想得到的 就是 大家 的人 可以 冒春者 春服寄成 冠者五六人 同志六七人 欲負義 是豐富 武與泳而歸 其實 所以 真真正正 所有的 政治 的 最高 境界 無他 就是 四個字 安居樂業 就是做到 每一個人 能夠做到 安居樂業 做到 是這麼多 如果你做不到 這些事情 你無論 你有 幾大的 軍事 自己大的 財富 都是 其次 還有 去到 這個境界 冒春者 這個 冠者五六人 冠者六一人 欲負義 亦都沒有什麼爭拗 不會有什麼爭端 第一個 一片和睿的 一個景象 有些學者說 這個是其實什麼 就是這個 聖人的 景象 真正的聖人 就是要做到 治理天下 就是治理到 這個 這樣的 境界 而去到 這個境界 那時候 亦都不會知道 有個聖人在上面 這個 亦都就是 那些 那些 老子 老子 剛才都說過 老子 他說 最高境界 太上 不知有之 最高境界 老百姓 根本就不知道 有這個 領土 在那裡 其日子 親而遇之 那些 歌功總得 太陽 月亮 星星 那些 那些 歌功總得 已經是 遲了等 其次 為之 其次 其實 也不知 其次 沒有知 最低的人 不止 不去歌功總得 還要去 侮辱他 發覺這些不好 信不俱言 有不信言 又是自然,百姓皆公成事稅,百姓皆為我自然 做到好好的事情了 那百姓說,為何本來是我做出來的 他不會說因為我們的偉大領袖 所以我們會做到現在有這樣的成就 這個就是,無論是瑜伽道家,都是去到這個境界 而這個境界不是很宏偉的,很偉大的境界 而是一個非常鋪實的,回歸到自然那裏 大家沒有爭奪,大家安虛勒業,然後大家能夠去和諧共處 這個就是所謂的和諧社會,大同社會 亦都在這裏出來的 所以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最高明的 這個亦都是在中庸講的,極高明而度中庸 最高明的境界就是這個中庸境界 中庸境界你看上來好像很平凡 但最平凡的東西就是最不平凡的 你能夠做到這麼不平凡的一個境界 就是有些很…後面,很平凡的 但後面有很多不平凡的道理在後面 這句其實是非常之重要的 其實呢,後面那裏的評論呢 當然有它的道理在,但真真正正 後面那一段呢,三子姐出,珍惜後 珍惜若乎三子姐言如何 在這裏,重要的句就是跟著那句 亦各延期智也意義 亦各延期智也意義這一句 亦都在這句做很重要的就是 每一個人都有他的智 智,這個就是… 孔子也是鼓勵他要求每個人追求他的智 每個人有智,智香不同 好,沒有問題 但是,你總之都要男智 現在很多的人,很多年輕人 尤其是,你問他智 說不出一個他的智向,究竟他想要怎樣 他的智向就是一些很物質的追求 就是滿足自己的身 滿足自己的慾望為一個智 但是真真正正的智者是心也 是人的心,可以這樣去解釋 所以亦各延期智也意義 孔子亦說,我都知道每一個人有智氣不同 但只要他的方向是一樣的 是能夠做到所謂內性愛王的 能夠幫到人,幫到提升自己的都可以 但是一定有不同的境界 一定有不同的境界 所以你說,我們要注意的 首先,如果方向越握 孔子的智什麼? 孔子五十有五,而智於學 孔子十五歲,他就已經立智,立智學 學什麼呢? 亦都是說,智於道,聚於德,衣於人,有於毅 所以孔子的智就是道 孔子的智就是要求道 但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可自孔子 那麼高的一個境界 但無論如何,你都要有男智而不利 連智都沒有 他說,沒有什麼可以跟你說 但他說,夫子何診又也 為何你笑啊,智路啊 為國以麗其然不讓,孔子之 不是志氣不好啊,志氣夠啊 但是呢,只不過就是 他不懂得禮,不懂得要謙虛 不懂得去謙虞,這件事 然後研究了非邦也餘 他說他不懂得做大國啊 他說,哪有這麼事呢? 他說,光戰六,康六七十二,五六十二 非邦也謝 這裏就是你的志氣 你的物質的成就 對孔子來說,不重要 大小不重要 是你的心境更不重要 因為為什麼? 很多時候,你想要真正成就的 不是說你自己想就做得到 不是說你有個能力就做得到 是要配合事與為 是要配合事與為 所以,孔子自己本身 就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 他自己 那些學問絕對有 警戒絕對有 找文找武 他一大堆的例子跟著他 但是他事業有沒有成就 沒有 事業無成 如果是一個世俗的看法 他是一個事業失敗者 周遊列國 十四年,沒有人理他 再陳絕量 然後被人趕 但是 這個也是看回我們自己 中國人 看人生 看得夠透 我們看穿了這些 所有的物質的 外在的成就 都是如是 我們以前講過 多如是 可不可以? 但是我們要追求的 不是大小 而不是你的國家 自你大小 不是你的 請多少 照顧你多少人 而是你的心量 的大小 這就是 儒家裏面很重要的一個環子 這件事情 也都是我們 看得透 所以 如果見空六七十月 五六十月 非光也月 就算你自你一個小國家 你的 你的 你的天命 就是這樣 你就做 做得到的 依然是一個 非常高的 聖人言人 所以 如果你說是 如果你這些 染友 他都說 六七十五六十 孔子最大的 弟子是誰 行冤 都沒有 根本就沒有入流 但是 未入流 但孔子來說 最推崇 最推崇 就是 眼淵 眼淵 它的物質 成就 有什麼 零 負數 一單字 一條 余流汗 人包其優 也不改其樂 所以這個真真正正 我們追求的 不是一個外在的境界 所以我們星期六 會跟大家講 正氣歌 正氣歌又是一個 這樣的例子 但是 文天祥 如果在世俗來說 又是另一個 事業失敗者 他要去抗原 官員軍 輸了 於是 終於在北京 終於殺了他 但是 我們 景仰 就是景仰 這些人物 我們真真正正正 所有的獨語 而整本正氣歌 它的中心思想 就是瑜伽思想 以瑜伽思想為主 亦都在孔子這裏 得到孔子孔曼的思想傳承 所以這個 亦非光 亦是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我們追求的 不是物質成就大事 我們追求的 是你的深量 是你的道德 你的道德 道德之於道 據於德 都是道德 之於人 你追求的 這個 這樣的境界 才是 譬如幫 也瑜 又是一次 公司說 他連治國都不是 他只是做過外交官 孔子說 赤也為之 小屬 民為之大 這個都是小 他只要把這件事做得好 依然是一個很高的生命境界的人 如果他真真正正能夠做得好 這個做得好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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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鞠章虎 這個 這個 做得好 都可以是一個非常之了不起的一個人 所以 在儒家來說 我們讀這一段的重點就是說 怎麼出發給我們聽 我們真真正正追求的 不要說追求外交的物質的所謂成就 當然物質享受根本就入流了 就算說 我就要做趕一班事業 不是孔子 他不是反對你做 只不過這個不是我們終極的追求 所以我都跟大家說過很多次 人的生命境界有好幾層 先從普通的樹人 如果你不學的 你就掉下去做小人 做強修 你如果是學的話 你就上去 從樹人 你就要做事人 事人 那時候 你就可以有 學問 然後有成就 你可以幹一番事業做成 做英雄無見 但是孔子說 不要停在事人那裏 讀書人 然後去事人 事人就讀書人了 你要讀書人 讀書人之後 跟著你要做君子 君子然後你要做言人 言人之後可以做成人 生命的境界提升 生命的境界提升 就是跟你很大工業的 很多時候是一個事人的境界 你可以做英雄豪傑 有你自己的工業 但是 好不好 不是不好 但是 不究竟 麻煩你要上去 再上一層 做君子 整本論語就教你做君子 如果你不學的 你就會從書人 你就跌下去 跌下去做什麼 做小人 小人演奏做禽獸 你的樣子 好像是人這樣 但是 你的心境 跟禽獸一樣 或者 再不好 你就下去做禽獸 這就是在儒家說的 生命境界的提升 儒家追求的就是生命境界提升 這個生命境界 這個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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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們說的 給它不同的層次的生命境界 那怎樣去追求這個生命境界 這個生命境界的提升就是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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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的生命境界提升就是從 三個生命境界裡的提升就是從 在祝福全文化 如釋道 共同的一個理念 共同的一個認可 共同的一個追求 在佛家來說 我有一大堆的儀軌 我又要去拜佛 又要去參禪 又要打坐 又要去拜參 又要遲做 又要做功德 全部等於佛家的藝 看得到沒得到的 我又要去布施 又要去忍辱 這些 這些全部在這裏 看得到沒得到的東西 但真真正正的 你去到那個境界 你能夠去這盆的境界 看不到 看不到 沒有人告訴你 怎樣才是你去到未知 其實這件事 你不要以為西方文化沒有這件事 一樣是這樣 西方文化一樣跟你說話 你只不過用詞彙不同 如果你是信信教的 信基督的 基督說 你真真正正的 你要做甚麼 你要受洗 領經鎮 經堅鎮 然後又要去聖堂 領聖體 然後你守二十戒 說甚麼都沒得到的 又有個教會 你去參加團契 又要去見證 是你真正正 取求甚麼 死了之後 你去上天堂 天堂是甚麼 鬼置 他又回來告訴你 ornaments 你去 자기外試 但不要在想外面 其實有一個這種跟正 that 你在追求大家 是看不到 看不到的東西 所有真理都是看不到、看不到 但是你可以去自己去體會、去證悟 你自己親身去證悟 這個亦都是一定要從內在 所以我們讀書之前 首先麻煩你靜底下來 觀察一下自己內心你的明德性 一定要從內觀才能得到 他的外囚永遠找不到 一定是在裡面 西方境界一樣有 西方的教會精神 其實都是向內求的 當你祈禱的時候 我跟上帝在討論 上帝在討論在你的心裡 真正上帝在你心裡 你正經講的不是我講的 所以我們全部都是從一個 這些是所謂的形而下的 這些是上在上面 是形而上的東西 真正要來跳 但是一定要透過一些 形而下的一些工具 一些的移軌 一些的東西 然後幫你去體會 這個形而上的真理 這個就是所有的文化 的一個共同點 儒家文化也是這樣 其實 講到我們都是要你做君子 君子是怎樣的 不知道 你讀完論語 你說是怎樣就怎樣 你認為是怎樣就怎樣 沒有人可以給你一個定義 但是總之是有一個警戒 叫分子 有一個警戒叫言人 有一個警戒叫聲音 沒有人可以告訴你 說得給你聽的 已經錯了 一用文字能夠說得 已經是已經偏離了 天堂是怎樣的 誰說了給你聽天堂是怎樣的 你去到便知道 但是這個就是真正的所有東西 都一定要自己親自去體驗 所以從這裏這裏 而他親自體驗 真正最高明的境界 最高明的境界 是很普通的境界 最高明的境界 聖人境界就是 就是 暮春者 春服既成觀者 五六人 紅子 六七人 父而封父母 與永而歸 這個就是性人境界 這個就是 以往三王五帝那時最高的境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這個這個 但這個就是這樣 其實我終於求證 就是這樣 所以這一段看上來就很漂亮的文字 但其實真真正正它說的是 破了你大小的分別心 在這裏 在這裏看一句 你破了你那個 所謂成就的分別心 但你追求的 就算 啊 指導 我知道你外星家 你做真正自你的大國家了 你沒有禮 你如果沒有這個禮 的話 他說 既然不讓 為國非禮 禮的第一個 就是禮 你不讓 然後才射住書數 所以 所以你不要去 你不是透過這六大小的禮樂 跟孔子來說 你很難能夠去 走到上去生命境界的提升 所以就算你的外形有在 如果你沒有這個內涵禮樂 做內涵的話 你所有的成就 都是孔子 不折一層 嘻笑一下算數 因為這些多餘的東西 跟你的心境 沒有關係 所以 你可以做一個很大 的總統 但是你的心境 在哪裏呢 那你自己選 就知道 所以 從這裏 跟著 我們已經講完這裏 跟著下去 他就馬上 他就講 眼淵第十二 就跟你講一個 高明的境界 剛才這裏呢 其實呢 兩段段是摺撇下去的 他在這裏 先講了一個 這個 真真正正正 一個最大的聖人境界 跟著呢 下回來一點點 就是眼淵第十二 其實呢 已經從最高的 都下回來一點點 回到這裏 跟著上去看 就是講眼淵第十二 但是依然是講生命提升的 一些的 重要元素 好 我們講 好 我們講 顏淵第十二 這個就是 顏淵問人 一日 只若 黑己福禮為人 一日黑己福禮 天下歸人已 為人有己 有人不哉 顏淵若 請問其目 只若 非禮物事 非禮物聽 非禮物言 非禮物動 顏淵若 回水 最不問請事事與議 啊 精彩 這個就是 顏淵和孔子 他們的對話 兩個高來高往 兩個人 講的東西 高來高往 他們 我們都知道 顏淵不是普通的 一個弟子 顏淵是孔子的 最高 最高窮的一個弟子 所以 在論語裏面 問人 甚麼叫不問人的 有六七個不同的弟子 都有問過 甚麼人 孔子的回答 都是不同 都是不同 為甚麼呢 因材施教 所以如果你是 材料未到的 中人以上可以遇上也 中人以上不可以遇上也 你的境界未到 那更高的東西 是沒有用的 反而呢 既然在這個環境下 顏淵問人 孔子的答案一定是非同小可的 一定是非同小可的 所以 我看一下孔子的法文 先看一下 第二句 是眾公問人 眾公問人 我們兩個一起看 他說 中公問人 他說紫若 跟著三句 司馬牛問人 同時講三個不同的弟子 都是問 同一樣東西 甚麼叫人 孔子三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三個完全不同的答案 我們先講 先講第三個 司馬牛問人 司馬牛問人 怎樣才是人 他說 只若人者 其然也人 講話少些 講慢些 那就是人 其然也人 人 人就是說 那些東西 講得很難才講得出來 慢慢才講得出來 很難講 那些很難講的 記憶有他的後 所以其實 應該是司馬牛 這個學生 他的警戒 跟他說 你甚麼都不懂 不要講話 管好你 講話 那個習慣 大概是司馬牛 就喜歡去 講話 講得 還有 司馬牛 就喜歡 就喜歡去抱怨 喜歡抱怨 抱怨 你看到南俊斯 第五句 人家有兄弟 我讀毛 好慘 好慘 我的兄弟 真的不成才 他是有兄弟 只不過他的兄弟 是造作犯 他看不開眼 於是他就抱怨 於是 但這些說話 孔子的意思就是 這些說話 講少些 不要講 為甚麼 因為真正 為尊者為 你不可能 對外人 去批評你自己的兄弟 批評你自己的親人 所以 孔子 其餘的事 都不跟你講 你講話 點點點 所以 司馬牛 問人 孔子 很簡單 人者其然 有人管很多你說的 你講話 我們就知道 在論語第一 已經可知 說 考言令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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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 如果 你這個人 考言令識 你就很難做到 真人的境界 就是 考言 是 是 說的 說話 口說話 令識 這就是 身體的表現 考 和令 心言 以佛家來說 考言令識 是 義人 就是跟你說 管住你的 你有否人 就是在你的 身 口 義 那裏去 管理 去 成就這個 人治 而對司馬牛來說 別人說 你的身 你的意 不說 先說 你的口 但是 他是 這樣的 一個境界 恩財司教 我就說到這裏為主 他說太多 無意思 只不過 就是 然後 縱公 問人 縱公 他要做甚麼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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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多一點 縱公 是一個 大弟子 縱公 他有大弟子 縱公 要質問 財賓 使民如 誓 成大制 紀所不幼 物释於人 再加無縣 再加無縣 便要做到 要做辦 去做辦 要做辦 於是要做辦 要勤自去 如出門 而敬大賓 有敬致的科學 如市民如定大制 於是 市民以史 孔子論語第一章 於是 己所不欲 物施於人 這是一個很高的境界 我們一定能夠做到 人跟我一樣 做到財方無怨 財家無怨 所以重工的要求又高了 比起司馬羅文人高了很多 但跟著我們 第一句 顏冤問人 顏冤問人 我不知答為甚麼 他說 黑己復禮為人 接著他再講多些 一日黑己復禮天下 歸人矣 為人由己 而由人負災 黑己復禮這就是 孔子來說 對一個最大帝子 最高名的帝子 而他要求 就是兩件事 黑己復禮 兩件事 黑己復禮 兩件事 黑己 如果用我們的認知言語 可以這樣說出來 我們自己的耐性功夫 你要做到耐性功夫 復禮 愛王功夫 黑己 耐性功夫 復禮 愛王功夫 把禮 恢復禮 為何要這樣說出來 為甚麼要這樣說呢 大家要知道 是在孔子時期 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 在禮崩樂壞的時代 孔子就是希望 你才能跟各位正義負 exam 獨在海ốt 去成就自己 黑 ث cab な 空獨 這就是最基本的一個要求 黑己復禮為人 其實你的人要從你的耐性愛和 這裏這樣的經驗 這個逆租就是明明得 這就是親民的功夫 佛家來說這就是自覺的功夫 這就是覺他的功夫 很精疲 正是黑己復禮 黑己耐性明明得 自覺都是不同的名字 黑己 黑是甚麼? 黑制 黑就是黑制 黑制我們自己 黑己究竟是 黑制是甚麼? 自己 因為所有我們的不仁 人和不仁 都是從自己出發 自己做出來的 所有東西 君子求諸己 小人求諸人 所以所有的人 都是從你自己的內心那裏出來 而你自己內心 西方人的內心裏面 又有個天使 又有個魔鬼 那你呢 就要將它 黑計了個魔鬼 提升回個天使 將事實說 善和惡 善的 你就要提升出來 惡的 你就要黑制了它 那所以 究竟人是善 性善 還是性惡呢 以千里年來 一直爭倫不憂 孟子就說人性善 孫子就說人性惡 孟子就說人性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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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說他又會又有善又有惡 孟子就說人性惡 孟子就 posters 孟子就說人性惡 孟子就說人性惡 即是都誡 最 Mob 就說人性惡 已有信gard 終於出現了 春宣 孟子就說人性惡 孔子作出來的孔子也是我們知道 孔子從來就說他們是習大成者 將以往的東西能夠發揮出來 孔子上書叫衛星 衛星 他們做什麼呢 衛星 就是說 黑年 網年作行 維抗 黑年 作成 在上書中 中國傳統文化中 孔子都是傳承這些道理 他說這個聖人是什麼呢 如果這個聖人 你妄念 你秉現 給你的妄想 發揮出來的 你就是一個旺人 聖人變成旺人 你一個旺人 如果你能夠黑 就是你的念頭 你就是聖人 你一個旺人 一個聖人 分別就是 你能不能夠去 黑己 黑己 黑己之念 黑己 黑己之念 一個念頭 心念 依然是念字 念字 是什麼呢 金 心 為念 當下 你的心境 就是你的念 所以你要去 黑己 黑己的 今生 你當下 現在那一 十馬 每一十馬 你的心念 你都要能夠 黑己 回歸回去 禮 回歸回去 道 這個你能夠做到這樣 人在其中 以 人就是這裏 黑己 這個就是 首先做第一步 這句也是可以這樣說 這個黑己功夫 怎樣去做黑己功夫 黑己功夫 孔子的弟子 就在阿曾子 他就把他發揮 說了 孔子就這樣 你要去 黑己的念頭 去到大學那裏 他就講一個 比較具體的方法給你 具體做什麼 就是 大學之道 就是 知子 以後有定 定以後能靜 靜以後能安 安以後能累 累以後能得 就是用這個方法 很具體的方法 就是在大學那裏 怎樣黑己 首先 你要知子 知子 你要知道 你的終極目標 是去哪裏 你首先要知道 自己去哪裏才行 你那個自己都不知道 你自己去哪裏的 你就 駕駛車 我都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就沒有路 這樣 你會有意 你會有意 你駕駛車 我知道自己要怎樣 你這裏的路 怎麼走 你的車子自然會駕駛的 很定 定的時候 你的心靜下來 你就不會很犯怒 於是 就安安累累 得 得是得什麼 大學之道 再明明得 就得 這個就是得 得就得 得 得 就是得 就是得到 其實這個就是 在 黑幾功夫 跟著 他們 然後 這個 孔子 講得很簡單 去到 曾子 大學 講得 具體很多 都不明白 我再具體一點 跟你講 再具體一點 是甚麼 革密自知 誠意正心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好嗎 又講得再具體一點 就是 把他發揮的孔子來講 簡單一個字 在 在 在 這個 我們知道 可以這麼說 黑幾 我們就等於 將這 黑幾 就是 在 在 在 白學那裡 的 之子 可以這麼說 黑幾就是這個 子 我們知道 我們的宗子是甚麼 就於黑幾 黑幾 就知道了 這個 知道了這個 終極 我們 心 就會定 定 就會靜 靜 靜 就會安 安 就會亂來 如果這個 都不明白 再跟你講得 再具體一點 革密自知 誠意 正心 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就是 八條目 這個方法 所以 孔子來講 同樣 他統治 和 銀淵 就點了這個 知道了 其他的人 再進去 跟著 一日 黑幾 福禮 黑幾 福禮 福禮 就是要 你自己 黑幾 不夠 你還要去福禮 福禮是怎樣 天下歸人 以 你福禮 這不是自己的事 就是去到天下的事 就是外王的事 如果你能做到黑幾 福禮都做到 天下歸人 不單止你 能夠去到人的境界 整個天下都歸他人的境界 這個就是大學那裏 大學那裏 再明明德 再七文 然後 子於至善 子於至善 這個就是 跟著 很重要 他就說 為人由己 你要追求這個人 這個東西 是你自己的事 而有 人負災 和其他人 一點關係都沒有 全部是你自己的事 你自己去追求那個人 所以你問人 問人 你問你自己 你不需要考慮 別人怎樣做法 你不需要考慮 你的老闆怎樣做法 你不需要考慮 你的老闆怎樣做法 你的攀親戚朋友怎樣做法 你考慮你自己 又是否能夠做到 真真正正 黑念 黑制你的念頭 黑制念頭 亦都是這樣說 就是 接受你靠 和你的 新口義 佛家講的 這個方法 其實 和這裏一樣來講 都是要透過一些 仁義下 我們見得到 做得到的 動作 行為 而能夠追求 我心境的提升 而怎樣才能夠 孔子說 請問其目 究竟怎樣做 然後 非禮物事 非禮物情 非禮物言 又是回到這裏 其實也是 又是一樣 有心口義 今次 顏雲 若回須不問 請事事與議 顏雲 孔子講完 給顏雲聽 顏雲的答案 回須不問 請事事與議 眾公問人 眾公問完 之後 眾公人說 用須不問 請事事與議 一定 我跟著做 這樣 這個現在是佛經驗 就是一定 大家非常 聰明 當法院 依教奉行 跟著做 這樣 一樣 所以就是 所有的 各級文化 都是這樣 給了道理 給你 你就要去行 依教奉行 大概這樣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裏 下個禮拜 開始 謝謝 謝謝 感謝 謝謝 謝謝 謝謝